首先还是我说,就是安卓摄影师的话,它是基于安卓生态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物雷底到16点的时候,谷歌它发布了物流网操作系统,它的最初级的一个版本,叫做Breno,但是这个Breno的话,估计国内有些公司的人去根据,然后下过人代码,但是这块东西现在已经没了。 Breno它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它就是说,大家知道原来我们做安卓的话,会发现安卓越做越重,越做越重,上面的service也多,middleware越来越复杂,就是中间层的框架越来越复杂,但是这一层东西的话,如果在物流网上去的话,这会是非常重的一个调查系统,就是这个事情最开始国内,大家也还知道,国内到13.14年的时候,就是深圳出了蛮多安卓的手表, 或者安卓的其他这些情况,就是我把安卓的系统移到物流网上去,是吧?当时会有那么个阶段,但是后来的话,到16年的时候,谷歌的话,它就做了一个操作系统叫Breno,这个Breno它解决的问题就是说,想我利用 724那些软连接的一些资源,然后去做互联网相关的系统,这是它本来的利益,但是它这个中间,它做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它把安卓的所有的加码层全部都拆掉了,也就是说它包括的,就是说在原来的安卓的技术上,它包括这几点,它的color,然后framework层的话, GMI下面一层的那些东西,然后上层只能用C和C++开发,这是它最开始的这个利益,然后后面结果等于15年的话,推到市场之后,将近半年的反汇,发现是有些问题的,因为国内的那个生态里面的话,大家蛮多蛮多都在做安卓开发,但是国内的话,除了游戏啊,除了这个web的后段的话,有人还会去做C++, C++做内线引擎之外,其他的在,比如说做操作系统的这一部分人,就是我修改一下Ninux系统上面搭建的这些,这一部分人,他会用到C和C++,但是它大部分做应用的,全部都转到加瓦,然后还有web的一些技术上去了, C++的这个状况不是很好,这是最开始的情况,所以说他就直接把这个操作系统集合到安卓生态里面去了,所以说大家第一张看到第一幅图就是,安卓生态现在的情况, 然后第一部分是安卓的手机,手表,手表的话实际上webOS也都有经典的,然后它中间有些设备是去掉了,然后还有电视,还有汽车,然后最后一点就是互联网的系统, 然后现在互联网的系统,就是和安卓到底有什么区别,待会我们会专门的说到这个问题,就是它集成到安卓系统中间会有什么好处,也就是说做安卓开发了,我们会知道,就是它的那个SDG工具,然后还有它的play service,以及数据段,以及clutter段的一些应用, 这些在安卓里面现在都非常成熟了,而却在全球来说,有大量的用户,这是它的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说这一部分人去转道去开发安卓,或者安卓摄影师的话,它的那个转换的代价是相当相当小的,因为人性的这些工具大家都熟悉,所以这也是安卓摄影师,它给大家带了这个好处, 当然有人说,Firebase全功能板在国内用不了,Cloud platform在国内用不了,这的确是实际的情况,但是大家也要清楚,就是谷歌的话,蛮多APP的话,在跨海的应用,特别在东南亚,或者这些应用上,已经非常广泛,因为那些,那些中国人去做那些市场的话,实际上Cloud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用的, 所以说蛮多人,就说有蛮多APP开发的对着海外市场的话,它实际上这一套东西都在做,这是现在的一个情况 就是安卓摄影师,安卓摄影师的话,它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实际上这一部分的话,还是说,就是说如果说大家没有,在操作系统这一方面,没有一些基本的知识的话,估计这个理解起来稍微有点难, 但是这个关系不大,就是说我给大家去简要介绍一下,实际上如果是大家会发现,我们在后面的展台上放的那个安卓摄影师的开发版,是吧,因为我们一讲安卓摄影师的话,这个开发版必须要说,必须要说开发版的是,但是我们说安卓的开发的话,我们说APP,这就够了,APP我们怎么用啊,怎么用云呢,怎么用前段后段,这些都完事儿了,但是说安卓摄影师呢, 比如说安卓摄影师的话,比如提到硬件开发版,因为它,这个主要是这样,就是说大家也知道,在这个系统之前,国内在十几年,包括二十几年,就是说Ninux这个系统成熟,然后各种各样的硬件出来的时候,大家也清楚了,就是说我们需要把这些系统对硬件去做适配,也就是说不同的硬件,它实际上它的这些接口功能还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系统上, 包括所有的硬件的话,需要做这一层适配,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硬件,它会不一样,然后包括这个里面,中间最下面我们讲到这个厂商,就是Hallware和BSP这一层的话,现在主要是Media,Colio,然后还有NXP, 之前,之前有Media,Colio和Inter,然后有这些厂商的一些支持,当然还包括树莓派,有人也知道树莓派在上面能跑按照摄影师,这就是它不同的一些硬件,就是说这些硬件的话,它主要是来为,这些硬件如果上面都跑按照摄影师的话,然后按照摄影师它要保证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这所有的硬件,在应用这一层,在我们开发人员这一层来说,它的使用要是无差别的,就是说我们在应用这个状态,我们是看不出硬件不同,会给我们带来的差异性的,这个就是它要进入性嘛,所以这个里面会提到,它就pre-certified,然后就是它需要去认证这些硬件, 然后把这些硬件的开发版改成,就是说和安卓摄影师,我们这一套,自己立下的这一套规则,相接入的一个东西,上面再讲了OS,讲了系统这一层,系统这一层的话,实际上在安卓摄影师的话,就是安卓的它本身的一线对战,然后还有WireFile Boot,WireFile Boot这一部分是,基于安卓的安全性角度来讲,待会儿我会给大家聊一下安全性的东西, 然后它还有它的那个升级的,然后还有就是安卓摄影师的网络,这要是无量网的系统网,它要给各种设备,自己连着各种设备打交道,然后这些设备的中间,它需要去做,就是这些设备,跟我安卓摄影师这个系统中间,不光是音件上怎么去连,软件上,它也要去连,然后它靠什么去连,就靠它的一些library,这个library的事情,待会儿我也给大家详细了, 来说这个情况,当然就是说OS上面的话,Apple Service这些程度,当然都是,都好理解的,就是谷歌它本身定制了一些社会,第三方的一些社会,这个是大概的一些情况,主要谷歌的社会,当然包括谷歌而西斯坦的,第三方的社会的话,这个就很多了,因为就看见了一些,跟英文而定了,就是这个里面的话,我们会, 大概去熟悉一下最右边的这一个图,最右边的这个图的话,实际上在它的那个,嗯,硬件这一层的话,实际上它包含了三个部分,实际上就是它本身的硬件,然后它本身上面跑的一些, D64内核这些东西,D64内核之后,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我在内核中间,我没办法去加驱动,这一层驱动,然后加到用户台上去,像这个是HAL这一层,以前有人如果移植过安卓安卓的话,像安卓中间也有这么一层, 这个是很关键的,这一层的话,现在,嗯,嗯,现在反而,就是说对不同的那个板子的,嗯,板子它的一些移植的话,做得很大, 嗯,然后总结的话,OS,就是到framework这一层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它的sense啊,还有它的一些laborate,然后上面就是第三方服务啊,就是这大概是安卓sense,它从软件到它,从硬件到它的系统,然后再到服务,然后再到应用,从这几个角度去看,我们知道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框架,然后实际上我们去,后面去看安卓sense,到底包括了一些东西, 然后就,嗯,嗯,我们就会 用这个空架 然后就在想,嗯,就跟额,就嗯,就,嗯,刚才我提到这个,这个, Studio功能上的,像这一部分,大概看这一部分的话,想要重点,会看这么一点,就是说,安卓sense,他用谷歌的话,他为什么要采取这一种设计方法去设置这么一个系统, 这里面列出了几大块 首先是301密集和Verify的Boot 这两块的话 首先是对操作系统 然后布团桌上这两层去做的东西 首先我们来说Verify的Boot 就是说我们大家也知道 就是说如果是说我们在千万里上开发板上 然后如果有人做过这个的话 前面跑了就U-Boot 又不能下面连着跑克罗 这个就完事了 这是原来我们做切入室的一些事情 但是当谷歌他必须去认证 为什么要认证 还是基于他的安全性 因为我们知道从布团桌这一层的话 我们去修改 去在Fly上特殊的一些地方 然后去更改我们的二千字代码的话 然后我们后面就应该能够把这个系统 包括他的引导方式 包括系统能对战 这些信息给完全的改掉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用烟箱破解这一层的角度来说的话 然后那好 那既然安卓顺验试的话 就是如果我们再用 但是从这一层我们就能够给他改掉了 他的安全性就不可靠了 是吧 然后谷歌的话就对安全性非常重视 他就会说 就是说他会去验证 从启动的时候会验证 就是说这一层 这个二净之文件 是不是第三方和我同时验证的东西 当然中间包括一些 他的一些加一些密钥 加一些这些去验证 如果说不是这个东西 那对不起 这个职业就起不起来了 然后就是他从布团楼岛这一层去做的一个原因 然后后面我们再反过来看一下萨英的Image 就是他不光布团楼岛要验证 但是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布团楼岛做完之后 我下面肯定是 他的系统要起来 是吧 Klow啊 然后包括他rootfs这一类东西要起来 这一类东西起来的话 他首先在谷歌这边 他也需要去认证 就是说这个东西被改过没有 这个东西上 就是说如果是说你们做了阿尔克拉 做了一些东西 是不是在我容许的范围里去做了 这些都要去知道 这两层他改造了目的 也就是说为了使安全行为做得更好 这个中间的话 实际上前几年的时候会发生过这么一个事情 是深圳的一个摄像头的厂商 然后他当时那个摄像头做了很久 然后就是在网上大概抄了一个公版的一个核心版的 然后自己做了一个扩展版 然后把人类的就是他们那个开发版提供的那个系统 直接给放进去了 然后做了一个摄像头 所谓的保密性措施全部都没有 然后有人就在网络上去扫了一个设备的厂商 扫了之后 40%了 但他又做海外市场了吗 美国也出口了 然后40%也上了 那个摄像头完全被黑客控制了 然后这就是找去 如果说你做安全行为做得不够的话 会产生这么一种情况 然后后面我还听到说 还听到过这种事情 就是 大家也知道树莓派是学和活人 然后有人蛮多的话 就用树莓派的那些开发版去做这些应用 做这些 当然那些人的话 就是说他们对他的一些应用比较熟 是吧 我们树莓派去做应用 但他果然对于系统的安全性 包括这些安全性都没有认识 然后只是做应用 做产品 那这个产品出去之后 那好 那有人直接就在全球范围内 直接去扫树莓派的IP 然后获取组织的树莓派 如果获取到它是树莓派之后 我就用树莓派默认的用符合密码去登录 默认的Root密码 然后居然有一些设备被扫到了 然后直接进去了 获取了Root权限 最高权限 然后有人去 因为接下来有人去干了什么事 前几天不是那个挖别的币特别多吗 然后有人就就就就用这个苏美派的这些设备当肉机 去挖别的币去 它是算力很低 但是比如说我在网上找到了一千台 甚至一万台这样的设备的话 那我也不怕了 是吧 因为作为它而言说是一个低成本的事情 因为它不需要硬件 所以就是我刚才跟大家捉了一遍 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在整个的乌联网系统中间它的安全性会有多重要 实际上往后大家也会看到 就是包括我们的智能家居 包括我们身上穿在手上可穿戴的所有的这些设备 它的安全性实际上伴随着我们左右 对对对 我还想起来一个事情 就是之前的话 在前两年做手环 是吧 手环比较多 然后有的厂商是做过那个手环 就是R控的防丢尸的手环 有什么威蓝这些 前几年这个概念很火 然后做了手环之后 他肯定要后端去把R控的这些信息全部都记录 是吧 然后就是说儿童 我到底这不是安全的方法 我走丢了没有 如果走丢了 我如何给大人联系 那这个事情 他的本意确实没错 但是好 有人直接把他后台报库了 说就报库了 所以说儿童的所有的信息 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都被别人知道了 那如果说 你要想是你的孩子的这些信息 这些信息被第三方人 如果他来路不明的人去掌握了这些信息之后 那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而且孩子的所有活动规律 他到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 这些信息全部都一心二处 实际上在物流网的整个状态下 就是说安全性的那个严峻性 比我们用安卓的那些app 反正就是他的安全性 他会更严峻一些 当然是这个情况 这一部分也就是说 为什么说安卓Sense的话 他会要在安全性上面 这么加强的去做 安全性之后的话 实际上在上面我们看 他就是说有一个update update这一部分的话 实际上就是说 是采取这两个点 因为安卓的整个系统 我都是定制的 所以说和国内我没用的 这些安卓不一样 安卓大部分有的 直接采了很多 不是Google原生的 或者其他情况 所以安卓Sense的话 他现在原码并没有公开 所以他定制了开发版的 就是开发版的那个厂商 他做了一些认证 他保存了他的系统 然后上面的话 就是说这个系统 肯定是我这边认证的 那么他的那个升级 当然也是我这边去维护升级的 所以这个里面 他会定时的去推一些 OTA的升级过来 当然这个推送 当然在谷歌那个 IoT Core的应该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用物流网的设备 就是物流网 比如说我这个硬件 我上面我已经写好了自己的APP 然后我肯定要放到一个地方 让他持续不断的去用 然后这个地方 就比如说我现在在西安 是吧 然后我找到了 比如说 就是找到了湖北的一家公司 做客户吧 我还一整套了物流网设备 给他部署过去了 然后那些硬件 全部留在湖北 那我后面怎么维护 然后我这边 如果是UP我要升级 我发现有些功能要改善 我怎么去维护 然后IoTDeveloper Console 就是干这个事情 就是他在IoT Core的领端 他然后给你的 就和Google Play的Console差不多 然后他允许你在上面 来商场自己的设备 然后那个里面 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说到底你现在这个产品 然后这个应用 到底连了多少台设备 是十台 是一千台 一万台设备 然后这些连接的设备 你在你的云端 全部都看得一进二出 你需要带对哪台设备 去推送你的更新 你自己都可以去选择了 这个就是IoTDeveloper Console 他做了事情 那实际上这个里面 那后面另外一个问题 就衍生出来了 就是安卓摄影师的话 他整个的那个 包括我们去合作的 比较复杂 是吧 硬件的话 需要ColorMalfighter 就是硬件的硬件厂商去做 然后谷歌还在中间 做了许多事情 然后包括开发者 还做了一些事情 这是一个三方的关系 但是谷歌跟他的那个 硬件厂商这一部分事情的话 是由就是谷歌跟他们打架了 跟我们实际上无关 我们只需要买他的意见就行了 但是谷歌和我们做的这些事情 在我们看什么 就是右边的话 实际上用户的话 他需要做的就是这两点 做应用 做安装信息应用 这是一点 第二点的话 他会做 就是用户 我们可以理解为用户态的一个驱动 这个驱动 这一层驱动 它是做什么用的 假设是说 我们安装信息室的开发板上 我们需要连接一个气温的产生器 这个气温 比如说我们是 每五分钟把实际温度测一下 然后把这些数据通过安装信息室收集起来 那这个没问题 但是就是说安装信息室这些系统 他就是说最开始有一个发行的系统 他并不知道说你拿来的实测气温的 所以说你要去读那些气温 那一部分的话和一件相关的代码 需要你去写 但是这一部分也不难 因为这一部分在加瓦这一层的话 就可以去处理了 但是讲软件的这一部分 我可以给大家去说这些内容 还有上面的一些用 然后谷歌它管的是什么 就是064内核 实际上还有BotterNodel 这是第三方交互 它硬件成的一些库 然后还有安装的framework 因为大家也知道 就是说我们用户的权限 实际上就是App那一层 在framework这一层的话 实际上都谷歌给我们定制好了 这张图就是安装信息室原来的情况 这张图我就不细说了吧 因为如果是说做过安装开发的话 大概都了解了这一张图 实际上它包括了这几层 就是那会儿库 然后再就是说它framework 和它的应用 这几大块 每一层中间包括了许多 许多许多功能 这个也就是安卓它现在的情况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安装信息室的情况 安装信息室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大家对比会发现这么一个事情 就是在framework层和它的app这两层 app这一层基本上被裁掉了 framework层也被裁掉了一些东西 但是napper和close这一层一点都没动 然后framework层的话 就是我们看它裁掉了一些东西 就是它的那个contentor provider 然后还有permission 墙子 软件盘 用户界面通知 然后应用程裁掉了一些 就是我launcher是launcher每个app了 就是说我有多个app的话launcher 这个起了作用 然后还有电话 短信 联系人 热议 还有那个浏览器 就是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些内容 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 就是包括apps和那个framework 它裁掉的东西 全部包含一个优素 和用户交互相关的 就是实际上这里面会引识出一个另外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安卓sings的话 和安卓在用户的交互性上 安卓sings它是弱交互的 就是它并不需要用户非得去交互 就比如说拿一个手机 天天看微信 天天如果有通知的话 我们看一下 如果有电话 我们接一下 这个说实 都是我们在跟安卓设备做交互 是吧 但安卓sings它是弱交互的 它并不希望就是说这些交互的一些内容 全部在里面 这里面它会有两个 有几个原因在里面 第一部分的话 实际上安卓sings它是主要是处理物流网的数据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实际上它是有一个APP在上面的 为什么只有一个APP 后面我再给大家去说这个事情 实际上说 在这种产品下 安卓sings它是比安卓更轻一点的 没有安卓这么送 在优化的过程中间 它能耗耗这一些的话 也比安卓会好一些的 这个里面 这一张还是对着 就是安卓的整个框架 来说这些事情的 实际上大家知道 之前我说的那个就够了 这个和上面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后面的话 我们会再净净一点 净净一点就是 不同的东西来说 像安卓sings的话 它这个里面的话 就是说现在用 大家会出现的去了解一下 就是现在给大家一个 就是一个信息 就是安卓sings上 它只能运行一个APP 它不会说和安卓一样 我多个APP去运行 多个APP去 因为它不能 就是说是入交互性 然后我的一个安卓的设备 安卓sings的设备 它也只能说取代某一块的信息 它就是说我产品的某一功能 整个的物内网的某一的功能 它不会说和安卓一样 我包罗外相 所有的设备都进去 所以它只有一个APP 然后这个里面的话 这个里面就带到它的Main IoT Launcher和Deport 这个是它的设备的起始信息 然后上面还带着库 是安卓sings的库 在那个Gradle中间 然后会有一个provider 就是安卓sings的一些库 然后要从Gradle里面结成进去 这是它软件大概的情况 然后developer console 这一部分是什么情况 也就是说刚才说的话 如果说你这边 已经有一个产品发布了 然后这个产品的话 也是有许多许多 安卓sings的开发版 那么你发布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然后你在上面 是基于什么样的 是基于什么样的硬件去做的 然后它的硬件特性怎么样 它的软件特性怎么样 然后它的那个现在使用了 音笔什么情况 给它up什么情况 然后所有所有的这些东西 你实际上都可以在上面去配到好处 就是说后面它的运行的状态 然后升级这一部分的话 你可以在developer console中间 去进行管理 最后还是 就是还回到硬件这一部分 硬件这一部分的话 它就是哈的那个意思的话 实际上说 就是表示几层 第一层的话 在原来我们去做轻辱式设备 我们去做物量网络 我们去关心硬件 我们去有了甚至要自定义的版 如果还要关心系统 还要关心软件 是吧 然后所有的这些东西 全部都砸到一起去了 然后整个的硬件设计来说的话 实际上当然也知道 耗软耗尼啊或者什么 你高位设计高频电路的一些设计 你前期的设计电子兼容的一些东西 所谓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得考虑到 然后当然硬件当然是比较难的 然后安卓摄影师它 安卓摄影师的话 它认证了几款硬件 所以说开发者更多的是关心 我们的软件 我们的应用上的东西 也就是说在硬件中间最难的一部分 安卓摄影师帮我们去搞定的 所以原来我们觉得硬件会 它会很难 但是在如果我们用到安卓摄影师的时候 我会发现在硬件这一部分 已经比原来简单多了 大概是这个页势 像硬件它怎么去连 就是在Fremark这一层的话 安卓它相关的讲一点 安卓的话它在Fremark这一层 采掉了一些东西 当然在安卓摄影师中间 采掉了一些东西 但是在Fremark这一层 它又加了一点东西 加了什么 是一个Support Library 这一层挺有用的 这一层的话实际上就是 我家用Kotai的时候 把我常用的一些传感器 一些硬件 它的一些使用流程方法 这些接口全部都放到 这个Library里面去了 然而如果说我们去接一些硬件的话 然后这个户里面 又有这种硬件的话 我们只需要按照接口 去调用就行了 我们不需要去做其他的一些事情 然后外面的一些设备 它主要是跟哪些打交道 iPhone,S,UART,SPI,iPhone,C,PWM和GPU 然后这一部分都用常用的接口 包括有的是接口 有的是总线 是吧 各种总线 然后通过这些总线 然后我们可以去接更多的东西 它这么设计出来之后 就让你从应用这一层 就是从应用这一层 直接去操作硬件的 直接就可以操作硬件 然后包括安卓 比如说我们用手机 假设原来比如说我们在安卓上 或安卓平板上开发一个手机 比如说我们在安卓平板上去做窗口 窗口的一些开发 比如说窗口连到我的工程设备的话 原来开发是比较麻烦的 你在窗口这一段 你还封一个GMI的库去做什么什么 但是现在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在窗口这一边的话 你可以在加瓦这一层去直接去做这些应用的 然后这个比较会方便很多 这也是说他安卓摄影师的话 他这个系统为什么 就是设计的原因 就是说你作为软件开发者 你只需要再用App这一层去做开发 然后你就可以去把硬件上的功能 然后还有你自己去软件的一些功能 还有你的数据处理的这些东西 就是在App这一层就可以全部去做完 当然也包括一个硬件工程师 给你去配合去做硬件的一些东西 是吧 当然只需要有这两点就够了 当然我们回过来去想一想 就是原来我们去做物流网的一些开发 我们手上去弄一个物流网去开发这种设备 基本上从硬件到软件到什么 所有的地方我们都要找人 每一层我们都需要有人去做 然后这个好 这个需要的人的话 大概在这一层的话 两到三个人就可以把那个产品给 产品的运行给搭出来了 然后这个产品运行的搭建速度 比原来这是很快很快的 这个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SOL C-SERM2-Module 然后这个概念单独提出来一个原因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大部分开发版 就设计成这样一种模式了 就是核心版和扩展版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室美派 还有许多的板子 它的扩展版 然后就是一张信用卡大小 是吧 很小 然后在信用卡大小中间 我们还加了一个核心版 这个里面的好处是什么 核心版上我们去做SOC相关的东西 做CPU相关的东西 然后把CPU的主要的部分做出来 这个里面大部分是它的高频电路的相关东西 这个CPU怎么去运行 这个都是高频电路 那扩展版上我们做的这些东西 实际上就是低频电路的一些东西 是吧 这样的话实际上在整个硬件上说 它的设计啊 它的使用风险会小很多 那么 C4的马尔波9也就是说系统的这个模块 然后现在的安卓尔西 集中在它的核心版这一层 然后核心版这一层它会有什么好处 就是这个核心版这一层的话 在硬件这一部分 它已经通过了美国的FCC认证了 通过认证之后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自己再去画一个扩展版 然后去接这个核心版 然后按照试音师这样能够去跑 跑出来的这个东西 也直接是过FCC认证的 实际上这一块我们就不需要去做工作了 当然做我们整个成本来说的话 我们开发一个产品的话 我们只需要在硬件 如果在追踪的产品定位的话 我们只需要去在硬件的扩展板上 如果说有需要 只需要加一下之前硬件扩展板 这样让它很方便的 但你不加扩展板也没事 实际上就是它原来的这些 现有的这些产品 它的介绍物理已经相当丰富了 这个实际上在我们从 在互联网相关的这个产品的开发中间 它的这一套模式 保证了我们开发的速度会更快 因为刚才大家也知道 就是跟大家讲 之前是从驱动 从硬件外设连接这一段的话 就是给我们优化了许多流程 然后这一部分是从硬件设计 包括我们 硬件电动板的设计 这一部分又给我们优化了许多流程 那么说在整个产品的评估上 或者这个产品的原型设计上 这个速度就会很快了 这个是另外一个例子 也就是SORM的 然后这个里面我还会大家给体验一下 就是在现在安卓摄影师面是几块板子中间 大概看到左上角都有40个增加 这40个增加实际上在所有的 所有的安卓摄影师相关的开发板上 这些增加它都是兼容的 所以就是说你比如说我比如说我手上有一块树面 树面拍的板子上面跑完做摄影师是吧 然后我就产品这一部分的话 我想用高负面一块板子那没关系 那这些这些增加都是这种的 你先就在树面拍上 你先去跑自己的DEMO做资料软件开发 开发完了之后就集成到产品这个阶段 你再去到高通的那个板子上去 那也是相当容易了 因为上面这些增加定义都完全进入了 然后现在是它安卓摄影师官方网站上 有的两类的一些开发板的一些情况 这个就是说属于你的产品板 你可以用这些开发板直接去做产品 这个产品主要是NXP 然后包括高通 包括联发科 现在是4款 当然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 就要后面有兴趣的话 去查一下它的那个硬件的信息 硬件的这些信息的话 实际上都足够没用的 它当然有的开发板上可以有显示 有的是没有显示的 包括它MIP的接口 MIP就是那个声音的嘛 声音的接口有的有的会没有 大概就是这些差别 错了 MIP是那个显示的接口 包括下面的iPhone是声音的接口也能会用 大概是这些 但是大家看在开发板上最基本的 之前提到外设的一些L 包括外套方式SPI 这些东西 它每一样都是配选的 这些都足够在家去做了 后面也告诉了 至少我们愉快的 我保证有三年的时间去升级整个系统 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 你一旦用的这块开发板之后 实际上在之后的 至少在三点的状态下 现在应件就蓄劳的升级 股价是保证的 这个也有一个好处 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 它在作为应件的这些芯片呢 或者什么的话 它开发的周期迭代比较快嘛 蛮多芯片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觉得好用 然后里面我连芯片都买不到了 都端货了 而它至少能够给你保证三年的时间 而这一部分是它的开发板 开发板的话 现在有两款 IMXTD这一款的话 实际上从去年还是前年 一些LO大会 包括其他的一些会的时候的话 就是谷歌一直在推这款开发板 就是在全球各地 全球各地直接送这款开发板 送的也比较多 所以这个就是说 大家就是相信就是 如果你做这一款开发的话 这款开发板的手上还是会有的 然后包括我们后面展示的开发板 也是IMXTD的 后面还有那个树莓派 树莓派三并的这一款开发板 这个在淘宝上买的话 这是很方便的 大概就开发板的话 大概我当时看了一下价格 还不到300块钱 之前我玩这些东西带了 但是现在我在重点 给大家说一下 外设的一些Io的这些内容 就是这一部分实际上更重要的也是说 安卓Sync在系统上 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GPIO的这个事情 GPIO的话当然它主要是一些状态 或者你去触发的一些开关的一些按钮 这一部分内容 实际上就有人会说 刚才你也讲到安卓Sync 它比安卓来说的话 它是弱交互的 但是你为什么这时候又会提到GPIO的这个按钮 按钮的话也是一种交互 但是实际上这个按钮和我们安卓上的那个交互 理解会不一样 因为这种按钮的话 我们最基本的拿这个按钮去做什么 系统开关的按钮 是吧 然后还有一些异常状态下 服务的一些按钮 然后主要是做这些最基本的按钮去用的 然后包括它 就包括它的一些状态 还有一些 就是商店的一些 就是比如说 给一些传感器去做商店 就是说比如说我通过这个GPIO针角 然后我必须在保证在某个时候 我把那个高电频的信号 然后我给到我的硬件上去 然后这个信号直接给过去 然后在这些状态下 可以用GPIO 然后PWM控制了这些 就是说可以做一些控制 比如说马达对讲机 对讲或者LED的一些控制 这个是单独一方面 下面的话就是三个总线 iPhone C SPR UART 这三个总线的话 同时变定起来 它主要是这三点 就是我们会整个的去看这个三个总线 UART是很常用的 它是低速的一个总线 然后这就是iPhone C iPhone C的速度 比UART会高一点 但是比SPR会低一点 然后这就是SPR SPR我们在数据上的话 应该算是 就是物流网的这些数据中间来说 应该算是比较高速的总线 是吧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SPR 毕竟没有跟USB跟P3E这些总线去比 但是SPR 在物流网的数据传输中间 它也比较高了 想为我把这三种总线 我们全部都拉进来 它也就是说 在总线这一段的话 我们在低速中速高速 这三类应用中间 我们都有对应的总线去支持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市面上的一些传感器 然后大概有90%左右的传感器 它上面都带了iPhone C或者是SPR的接口 这个大家如果做硬件 手上过传感器很多的话 应该会发生这么一个信息 然后再加上UANA的话 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它的作用更丰富 就是有时候如果说 你那边直接是传感设备的话 那UANA去年 还有一种就是 现在比如说市面上的一些模组比较多 比如说有些模组里面 它自己再带一个单片机去控制 比如说 比如说基于UART连接的那一种 什么WiFi模组 比如说还有什么南亚模组 还有其他的一些模组 它的意思也就相当于说 你通过窗口给我去发命令 然后我那边自己就搞好了 实际上我们反过来去看 就是如果说UART去配了之后 然后再买我们的模组 实际上我们需要了 另外的我们自己的一些硬件 就是不包括单纯的传感器的那一部分 比较复杂的硬件 我们也通过再向路往安座摄影师上去接了 是吧 因为有些模组的话 它只需要UART去发信号 包括现在的话 我知道比如说车载的LTE的好多都是这样 你只需要通过窗口去发一些声 发一些CMANDO过去就行 然后如果说这一部分设备 就是通过这个接口轮接到安座摄影师的话 实际上大家算一算 这样的话实际上就表示 在安座摄影师的话 它的外设接口这一层的话 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外设都可以接进来 然后还有一点 然后有人说那不行了 那做摄影师呢 他们只带一个WiFi和蓝牙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 现在还有个本地的一个封闭式的一个网络 比如说国内的一个协议 433协议是吧 就是有人做过知道 但是433协议现在是封闭了 然后这一部分内容我查不到网上去 明白 那就用我刚才说 你UART这一部分 你进一个433的模块 然后再用那个模块去做433网络内部的一些事情 照样这些数据 照样也能够整合进来的 实际上这个总性这一部分 就是类似安座摄影师给了大家去做硬件 给了很多的便利性 还有一些灵活性 然后具体的怎么去接 那就看着我们自己的那个产品的需求了 这个里面的话 做最前期的这些弹幕的话 我们实际上也不需要去开始上来就去画电路板 实际上在面包板上 因为这个里面的面包板上把他的一些电阻 然后还有他的这些开关 这个信号配好就配好就行了 如果是说 但是这种的话 有人说还是不行 这面包板上有时候就是状态不稳定 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然后实际上表示说面包板上 他主要还是给大家去做这个圆形设计的 就是说你在硬件上把这些面包板的通路搭通之后 然后在软件上 然后你把这些功能都实现了 这个圆形就已经出来了 然后圆形出来之后 那评估那都行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往产品文化方面去转了 那个时候再去看我们的需求 去配置一些硬件就足够了 当然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看到 就是像比如说 我实际上我主要做的是软件 实际上但是硬件上的一些东西 我就是这个里面包括长远器啊 包括芯片啊 包括系统啊 包括开发板这些东西 我都知道 是吧 然后那对众格尔来说 实际上说 众格尔如果是做按照圣事的圆形的话 众格尔就完全搞定了 但是如果说有人对硬件这些方面 或者不死啊 或者去住的话 那找一个硬件能跟你配合去 打一个面包板就行了 这个里面的话 对他人圆形 做圆形的人力 只需要最多两个人 这个里面是按照圣事室 他在官方的网站上去卖了一些外设 就是他包括他彩虹板 然后他还有他的一些硬件的开发包 然后这一部分的话实际上就是 就是说如果做这种开发也需要 这个就包括了最基本的 基本的所谓的硬件的一些信息 这个是官方 但是我们在淘宝方的话 实际上这些东西都还很多 这一部分包括OTV啊 包括台湾利益娃尔菲拉布特 包括安全升级这一方面 之前的话 我就给大家说过 这就 安卓设计师OTV 这边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如果是说安卓 他发了新版本的话 实际上我们在左边在最下角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他发了那些版本 然后就是说历史的一些版本都在这儿 当然这个历史的版本 最历史的版本应该是你之前 版纸上的那个系统版本 当然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说 还是那样 你只能往高版本去推嘛 你没办法就是说高版本 你再往低版本上去推 因为这个比竟一般来说的话 高版本比低版本的话 还稳定一些解决了一些问题 但你如果这个是属于手动的去推充的 所以说问题不大 你要不推充的话也没多少关系 这个就是OTA的话 你只需要连到他的那个空置毯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一部分的话就是安卓 所以他做摄影师他现在在Slotter上去做 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模型 然后还包括蛮多例子 比如说家用的 比如说养工汽车啊什么 现在都就是这一部分例子蛮多的 硬件或者输出软件的这些 包括他代码这一部分用的都已经公布在网上 就是大家可以做一些参考 之前我给大家主要分享的是安卓 包括整个系统包括整个软件 就是说从系统的这个角度 然后我们去理解安卓摄影师 它涉及各个方面的东西 然后下面的这一部分的话 我给大家去说一下 就是安卓就是作为开发者来说 我们去怎么安卓摄影师 然后当然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就是安卓 就是原来我们如果对安卓的开发比较了解的话 这一部分会听得顺畅一点 最开始我们还是要明白这一点 就是说它的那个显示是可以用显示器 可以不用显示器因为它主要的话还是在数据之类的处理 然后你可以用语音进行控制 比如说 然后下面可以用按键去进行控制 这个是大概安卓摄影师现在的一些情况 然后所以说我们的应用逻辑就主要在这一方面 就是有一个最简单的如果需要控制 有个最简单的控制 然后再就是我们的数据的处理 硬件的外设还有功能这些东西 主要就是人家开发者管制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来看一下安卓摄影师的APP和安卓的APP 它有什么区别 之前的话我给大家提到安卓摄影师上它只有一个APP 是吧 安卓上它有多个APP 它为什么会只有一个APP 因为它的每个开发板它所连接的应用 它要处理的一些功能 这个都是我专用的我定制的 是吧 就是说如果是说你连接的外设 它在不同的需求上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没办法说我和安卓一样 我在手机上这个应用也装 那个应用也装 手机上装300个应用都没关系 但是在安卓摄影师上 它如果说这个硬件它是定制的 然后我们在软件上来说我们就只需要用一个APP去处理它一个特定的应件去完成它特定的功能 所以这个就是安卓信息和安卓它是一个应用的一个原因就是Single 那就Single Activity 因为Activity为什么也是Single 因为刚才提到是弱交互的 是吧 我没有必要说在安卓摄影师上我做多个Activity还让你去交互 是吧 就是说你大不了 如果说我如果需要安卓摄影师显示这一部分 没关系 这一部分显示 一般来说它出于什么目的做这种显示 然后就是说包括说你比如说调试一些数据啊或者一些通路 你在显示器上去看一下 这个时候它抓到你的传感器的一些数值是什么样的 大概哪出了问题 来调试阶段可以用那个显示去看一下 这大概是显示它的一个作用 当然我想的话一般就是说显示器它主要也就是我要做什么 因为你真正的在运行的过程中间 你必须要全天24小时来去做是吧 让它自己去收集数据 自己去做数据处理 这一方面是不需要人工干预了 所有显示器是没有的 这也是它的Single AppSingle Activity的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安卓的 它的那个东台全线获取 东台全线获取实际上这个事情说到根子上 它还是跟用户交互有关 就是说你用户装这个App的时候 你不想让它获取这个情形 它就不让它获取了 但是在安卓Sense的话 它就说收入交互了 所以这一回又过了 安卓Sense加的就是它那个Number Number这一部分主要是个因件打加到的 但后面还有最关键的一部分 在安卓上我们可以在模拟器上去做 是没有那种Emmunator 但是在安卓Sense上 安卓Sense它主要是存在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各个就若我们的需求不同 还是我们连接的设备不同 还是这么一点 所以你在它的那个模拟器上 你不可能把每一种设备 每一种传感器都给你模拟器来 那样的话实际上 做那个模拟器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 那你在原型开发中间 扭面包板去搭建你的硬件 然后去再去做软件 在整个的原型验证环件 肯定是比你在模拟器上跑 更方便一点 所以也是安卓Sense它没有模拟器的一个原因 这个里面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这个是安卓Sense的话 它支持的一些APP和它不支持的一部分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一部分说到底还是一些交互的 然后这个里面的三应这一部分 我提一下 实际上三应这一部分的话是跟那个安全性有关嘛 当然包括安卓Sense也来说就是说 安卓Sense上我的一个APP 也只能说我自己去用 是吧 没有其他人 就只能我的APP去在安卓Sense上去跑 然后这一部分是怎么解决 它实际上就是若在云端 它IoT库里面它会提供一个Key 大概非常长一串制服 这一串制服 你可以写到APP里面去 如果这个APP一旦装到安卓Sense的系统中间去了之后 通过这个Key它就直接可以跟云端去连 然后如果没有Key的话 它跟云端的这些数据它是交互不了的 它是在这一点上去做了它们的安全性的措施 就是说这个安全性的措施肯定比我们 比如说拉一个手机 然后手机上我们需要登陆我们系统的用户 肯定比这种认证会简单简单很多 但是它这种简单也是 对它弱交互的那一层去考虑的 这个和之前的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Arctivity的内容 Arctivity的话主要就是说有个LT Launcher Made Default 这一部分是后面就是外设到用户探的程序的一种关系 因为我们先去了解了那个硬件的外设 各个外设的作用 那么这些外设的话实际上在用户台的话 它会主要是提供的 主要是基于这四大类 就是输入是吧 输入的话GPIO 包括这些 还有那个Audio Audio的话 还有其他一些服务 Sensor和GPS一些服务 大概是这几种情况 然后这几大类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原来的安卓开发中间 我们去用这几大类 也就是说我们用安卓开发的话 我们在这就是在它这几层上去做 我们就可以做到它外设 就是直接可以去招作外设 大家看一下这最简单的链子 这个链子的话就是怎么去操作它的这个Io 这里面大家会看到很简单的 就要第一步打开 是吧 第二步的话配置 因为GPIO它有这个特点 GPIO的话你如果做过硬件的话 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配置硬件 它方式嘛 就是它是输入输出的 就是我们给的是高电瓶处杂还是低电瓶处杂 像这样是硬件上的东西 然后在软件上 然后就中间用这个配置去做 当然配置完了之后 实际上在加瓦这一层的话 比如说我们知道它是那个低电瓶处杂 但是这一部分的话实际上我们原来的做法是说 在硬件上我们可以产生一个中断是吧 然后那个中断的话 我们就用中端处理函数直接去丢过去 当然在加瓦这一层的话 你下面还要夸它C面夸这些 因为这一层好像不太合适了 后来就在这个里面的话 大部分就是说后面大部分就传回调函数了 这些现实 就是它在C这一层再给你封了加瓦网上的一层回调 然后比如说低电瓶处杂 当这个时候一起是低电瓶的话 我们该怎么办 但是这个里面的话 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说 比如说是说我 假设是按了一下按钮 按完之后 它那个系统开 不是系统开 比如说那个传感器的功能 传感器开始初始化 然后那个传感器初始化快马 那个时间就可以上了我们机品 这个回调函数里面去做了 像我们会发现就是说我们去做GPU的话 做软件开发人员他对硬件的知识了解 并没有硬件 硬件或者做迁入事的人了解了那么多了 是吧在软件中间的话我们大概在这几个框架之内 大概知道这几块是做什么用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再对应的去做了 这个是他的那个button 就是按键去绑给你用这个input 就是用input的这一层的话 实际上比刚才我说的GPU的这一层 会在安卓的角度来说是他的上一层是吧 但是上面一张画面篇是说 在GPU这一层我们怎么去做 然后如果说我们把这一层按键绑到安卓 sense input这一层的话 然后这是相关的一些代码 当然这个里面你需要去设一个sata key 然后也就是说在用户那一台的 也就是说这个按键它会绑定在input 在输入了哪个功能上 但是输入的话这里是全键盘嘛 然后现在我们绑定的是他的那个空格键 当然下面就是在用户在那个input这一层的话 我们需要去直接直接去注册他input driver就够了 然后后面接下来才是他的那个回电话操作 就这两层他是他在两层两个概念的一个东西 你既可以在GPU那层之间去做 也可以在他的用户输入这一层去做 然后这个里面就input driver的这些初始化的 内容 他的逻辑是就是说当他暗下了当他暗下的时候 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空格键的一个功能 后来我再给大家聊一聊 Cloud IoT Core的东西 因为是这样 就是说任何一个物联网的系统 他不光是说我们在开发板上运行系统 是吧 他主要是数据数据这一块的东西 就我们还是要丢到云上去做处理了 就是有一部分也许我们在开发在我们的意见这一部分也许去做处理 那个是下午的议题 但是重点一部分还是在云上去做处理 然后谷歌他做了一个什么处理 就是Cloud IoT Core 他把谷歌上与数据所有相关的服务全部都集中到Cloud IoT Core下面 变成了他一个纸集 你可以在这一层上去做数据相关的任何内容 包括这个Cloud Mode 这一部分也是 由夏威尔讲的一部分 所以我重点提一下 原来大家也知道在有些数据 就是之前是在设备这一段不能处理或者其他情况 然后我们先放到云端去 是吧 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如果大量的数据 你去做其他的一些分析啊 或者什么功能的话 你可以放到云端 但是如果是说你最简单的一些报警 或者这些功能 但你用到模型能力的话 你现在也可以放到切入式这一层去做 这个是呃都可以去做 再看一下它的流程 实际上分的三方吧 就是设备这一方 然后用户这一方 然后再就是 克拉IoT矿提供方 这一层的话主要也就是交互的协议 就MQTT嘛 它基于Http的那个协议了 然后最后的话设备管理者认证了 然后再再监视上 如果是数据的处理大概就是这些内容了 实际上我们会看到整个的我们下来会看到在安卓议室上说 它云的IoT Core做了很多东西 然后特别在 嗯 系统端 我们也呃就是对 开发者来说 包括硬件的开发者来说 他也做了当然一些优化 大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保证你的 设计的整个的安卓议室从原型到产品上搭建 它是非常容易的 然后这些功能它实际上跟Google Cloud上提供的数据 设计的服务 它是密集的版面在一起的 这整个的整个的 呃从无量网实际上从理解的数据数据到原端的一些分析 这些内容都全部都做到位了 当然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从整个的安卓安卓议室 它设计的方方面面来考虑的话 应该说它的整个架构的这一套设计上还是挺合理的 下面的话主要是安卓议室的 实际上当然在主要方面 Google.cn 就是安卓点Google.cn的这个网站的话 大家也知道是国内的经销嘛 就是直接可以散文的 在这个上面的话 在Sense那个部落下可以去看到 二周Sense的一些情况 但是上面上面好多列子都有 今天就是早上我给大家介绍那种 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或者说有什么间接 可以一起去讨论一下 我问一下那个 关于那个Sense云的这一部分 那只能在谷歌的云上 还是说任意 你可以在其他的云上去搭建这样的计划 现在来说只能在谷歌的云上 因为主要原因还是谷歌在云上的话 把他利用这些服务给大家去做 就是把这些服务都给都给你做好了 而且刚才也通过了一个看到 就是那些服务的方方面面的东西都足够满足 就是需要了 实际上大家也知道 实际上就是说这些大厂呢 他推过的话 肯定是基于自己的一些服务去推的 这也是比较现实的一个情况 然后包括安卓摄影师的话 然后包括下面硬件的话 就是我们再去做开发的话 实际上安卓摄影师这些系统 我们是免费去用的 然后硬件的话我们是花钱去买的 但是这个钱的话花的也不多 像主要的话那 那你如果想做出Google的话 就在这些服务上给他们去 多申请一些服务了 我来看一下就是他支持那个 包括一些HCD的那种协议 我想问一下他这个本身是他自身的协议 还是我们可以自己的这些协议 就是自材多数区量 包括MQQTT的这个享用时间 大概MQQTT的这个享用时间 大概在国内多少 就是说这种 这个MTT这一层的话 就是我给大家说出来 他只是说告诉就是在应用这一层道 就是他他原谅他们的传说方式是有什么协议 这个是他内部已经都制定好了 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没办法 就是单独拿出来去做定义 他国内国内 国内 我可能没打表达形容 比如说我需要 比如说这个需要他的响应时间 或者是对于响应时间的要求 这个谷歌这边 实际上 实际上 实际上我这么说吧 除了国内的话 在其他国家的话 就是说 网络这一块的响应时间的话 实际上是速度会很快很快 然后就是说 从硬件这一段 从安卓摄影室这一段 到谷歌的云这一段的话 这个响应时间在你整个的 就是说系统的响应时间上 它是很忽略不计的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 为什么国内会很多 他因为所有的包给你加了风包解包 还给你改包 这些东西去耗了时间 就是说我明显能看出来 就是说几毫秒的响应 但是在这边的话 结果是几百毫秒 就是这是我看到的情况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 在安卓摄影室上的这一段 这个响应在整个的响应中间 这个是忽略不计的 然后实际上我们在安卓摄影室上 我们去看到 着重去看到响应时间 应该是那一点传感器的优化 和回调函数 这一层的响应时间 这个才是他真正我们需要看的 抗论因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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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两个问题 嗯 首先咱这个 cloud这个话 是不是不收费了 目前是免费的 我看有认证的 嗯 就是说最开始你开 丢了一块console 啊 也就要去申请那个 嗯 相应的那个 API 嘛 就是API key 这一部分是可以免费 免费了 但是你如果是说做数据存储 比如说 什么 去做数据存储啊 这一些的话 他好像是在 就是几十个设备 多少设备 之后也是免费的 但是你设备多了 就是要交一些费 但是是这样子 哦 我第二个问题是讲 您已经提到一个 呃 我的意思就是 他这个现在有数据存储 或者有一份数据分析 咱这个现在云端 现在有没有类似的 完善解决方案 因为我知道四科 现在也正在做这一套 他那支持一百多种协议 然后好多的我 专门的用上数据分析 大数据分析实际 刚才这个里面 我们去西讲 这个里面实际从数据 最开始它的存储啊 它的分析 这套多运营都全部包括了 对 全包括了 好提 不行 那个您好 我就是接着刚才的问题 我有点多问题 呃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我是第一次知道 那个谷歌这边有云 就是有那个cloud 对吧 然后呢 就说假设 你刚刚说硬件文件 完了之后呢 就是数据是在云上处理的 那我比如说 我一个开发者 我想去 我想去运用这个东西 但是比如说 我去哪儿深填啊 或者怎么找 就是这个可操 可操作这个操作 就是就是比如说 我现在能理解 就是说 我所有比如说 很感谢采集的数据 完了之后我想传到云的 他会帮我做一些数据分析 跟我业务相关的 对吧 但是那我我怎么用这个谷歌的这个 云的这个 这一套东西呢 就是就是对 就是刚才说数据分析 就是没有对的 我说最开始我得找公共可 我 这个里面我指的说 clouded.google.com 我这样的人就直接改用 因为这个东西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样子 就是说 呃那个因为这个东西我理解了 就是说你按那个就是安装 然后你应该就是包括你 也不要了 然后你那个动态也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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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块呢 我我去开发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给我提供了单单了 但是呢 我这个感觉如果他升级了 然后或者怎么样 那我的这个在哪就 立马就是要改啊 或者怎么着 就这一块是有什么样的情况 我想想解一下 这一块的话实际跟我之前说 那个developer console相关 还是跟这个相关 这个里面的话 你实际上可以有两种 两种类型 第一种的话就是他 那个image的update 是吧 这一部分是谷歌去做的 然后你的app的update 这一部分是你自己做的 但是这两种的话 他并不相互影响 他再去做image的update的话 他可以保证imageupdate之后 你的app是能够在上面去用的 那你说的那个imageupdate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app然后底下寄予的那一层 相当于对应该交互的中间那一层 是吗 不是系统你可以出发留言系统 你系统升级了补丁 就是比如说你安卓5.0到 升级到安卓6.0 是吧 然后你安卓5.0上升 也是可以去用的 所以还就是镜像化是吧 对对对 好 谢谢 多谢 就是有没有一些比较经典的这个案例 就现在只能说就是说 KG-slutter上还需要比较经历的案例 然后本身的话 谷歌它在GitHub上也有些那个demo KG-slutter上现在含有上百个案例了 这个里面只举了几种 你看那个KG-slutter的网站 你直接搜安卓试验室 那个里面许多案例都出来了